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 中共肯定是不敢对台湾开打的 这不用想 但是这傻逼习近平又特别希望 他在位期间创造不是武功 所以既然干不了台湾 那怎么办呢 其实从香港下手 是习近平一个特别最佳的选择 中国的国内有国务院的专家 给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正式写了个提案 什么提案呢 就希望把香港的 维托瑞尔维多利亚港 改名叫做延安港 咱们都知道香港最著名的港湾 就是维多利亚港湾了 对吧 维多利亚港 改名的理由很简单 说维多利亚港是香港的代表 维多利亚港的名字 是为了当年纪念英国女王维托瑞尔命名的 充满了殖民的色彩 既然中国的香港已经回归了 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财产了 就应该代表中共的意义 有代表中国的意义的名字出现 所以为了纪念中共的革命圣地延安 建议把维多利亚港改名叫做延安港 维托瑞尔港 以后可能有可能叫延安港了 国内的网上已经有人开始炒作这件事情了 大家在国内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个事情本身呢 大部分人肯定纯粹当个笑话去看 但是真正这个事情代表的信号 我跟大家说 那绝对不是个笑话 好吧 以下呢 是我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以及延展的看法 大家可以随便拍专 都是一家之言 这个专家这么做呢 相信所有人都明白 就是在拍伟大领袖200斤的马屁 他知道习近平肯定是一个很真实的小人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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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这个小人呢 心胸狭隘的小人 他是真的会这么想的 他如果能把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改成叫习近平港才高兴的 但是他不能这么做 所以他大有可能改成一个什么延安港 他不是现在要做这个事 他将来肯定也要做这个事情 当然这次拍马屁呢 我们看得出来是一个由下而上的拍马屁行为 不是200斤自己主动发起的拍马屁行为 如果要改名这个事是200斤自己的意思 那提交提案的肯定不是一个什么国务院的专家 最起码是人大法工委的领导这样的级别的才会提 但是呢 底下这也代表着一个趋势 因为伟大领袖200斤这个傻逼呢 是一个格局特别小境界特别低的一个人 从他上台以后 特别是这几年 大家也都知道 提倡的什么东升西降 我们但凡有点格局的人 是不是应该提东西方共同携手发展啊 是吧 这个观点也是以前总理咱们一直在聊的 结果这个傻逼上来就东升西降 咔这个人打击了 你说这个格局多小吧 啊 李克强说了得罪他的话啊 人在座天在看就给搞死 啊 胡锦涛要看东西 全世界面前给架出去 这格局太小了 然后自己的心信 火箭一样提升什么秦刚 你像无论些人 稍微越点得罪呢 马上就完全撤下来查办 等等 就说明他这个心眼很小 心思很狭隘的这么一个独裁者 没有什么远见啊 就这么个位置 理论上他应该坐在中国这个皇帝的位置 独裁这个位置不合适 因为中国人叫君君臣臣富富子子 再其位谋其政 不该不再其位不谋其政 所以他思考的问题都不是这些问题 但是他现在就在想这些问题 小问题 显示小功绩的一些小问题 所以我开个玩笑 习近平那个狭隘的心胸和眼界 最多就当一个孩子的家长 家庭的家长 他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当不了 他就能在自己的一目三分地上 想想自己家里家长里短的屁事 现在这个傻逼当了14亿韭菜国的最大独裁者 所以这个韭菜国命运 大家自己就想 两百斤呢 在他的历史上 大家看得见这十几年 对他身边的人 特别得罪他的人 必须是牙姿必茂的 提了反向意见的人 也都得报复回去 不开玩笑啊 就习近平那个心胸的狭隘啊 眼光的短浅啊 他连月王勾剑都不如 历史上咱们都知道月王勾剑是个小人 但他至少也要等到飞鸟进才会凉宫藏 等到狡兔死才会走狗棚 最终才会图穷避现 中间不行的时候 他还知道卧心肠胆呢 这两百斤那个小人的心胸 他连勾剑都不如 所以要他在啊 这个范黎文种一个都骗不到手 好赖最后虽然范黎走了 文种还是被骗到手了 对吧 文种都傻呵呵的 被圆勾剑给刺死了 对 所以如果是两百斤 当时坐了越国这个位置 那就死定了 文种范黎他都待不了 心胸极端的狭窄 不会有羽毛之臣待着的 当然了 习近平现在这个心胸狭隘的病啊 已经传染到了整个中国特别多的韭菜 一大堆傻比韭菜都这样 超级多的傻比韭菜 我们大家都知道 日本地震以后 中国的网上开锅了 开锅干嘛呀 全是骂日本的 自媒体的人大量的欢歌笑语 说日本自作自受 日本天灾有了 会死很多人 别的国家受灾了 老百姓死了 最起码你是个人 你有良知的 对吗 结果中国这么多韭菜 被人家收割成这样的奴隶 不是悲天悯人 甚至于与无动于衷都可以 不是 是高兴 兴奋 欢歌笑语 大家想想 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些人民 这些韭菜们 是不是都已经 自己的思维极端不正常了 基本的人性都没了 看到别人受灾 别人死人 自己止不住的高兴 巴勒斯坦哈马斯 打死那么多以色列人 中国韭菜拼命高兴 阿富汗塔利班迫害 那么多妇女 中国韭菜拼命高兴 红海上正常行驶的邮轮 被武装分子炸毁了 中国韭菜欢信鼓舞 到处庆祝 日本地震了 中国韭菜欢歌笑语 就是你们给中国人 找再多的理由啊 这绝大部分中国人 其实挺该死的 我的结论就是 在傻逼200斤 习近平的领导下 很多中国人的人性 都是完全沦丧的 被中共洗脑的 越来越像个畜生 就该死 我该死 就是我自己的观点 提出被多利亚港 改名为香港党这个专家 咱不说他那么的 其他的东西吧 但是还是很有创意的 这种马屁拍的 在我眼里 牛逼 有水平 马屁到位 为什么呢 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 中共肯定是不敢对台湾开打的 这不用想 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 这样快速衰退 中国国内大量的韭菜 对于中共 可以傻逼 可以没有人性 但中共能干啥 这个信心也会越来越不足 民心会越来越混乱 中国的军队内部 也会越来越乱 所以这个时候依靠打台湾 为伟大领袖建立不识武功是很难的 但是这傻逼习近平又特别希望他在位期间创造不识武功 千秋万代被这个国土上的九三门纪念 所以既然干不了台湾 一带一路也已经失败 其他所有做的全嗝屁失败了 一带一路退出的国家越来越多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从香港下手 是习近平一个特别最佳的选择 把当年资本主义殖民的香港 变成了完全由习近平伟大思想覆盖的臭港 把香港变成中共完全统治跟社会主义思想覆盖的地区 每个街道 每座楼的名称都代表着中共的发展历史 都可以蕴含着习近平的伟大功绩 这绝对可以算作习近平的不识武功了 绝对可以算作 习近平的作用对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了 退出了 欧洲唯一当年加入的也退出了 邓小平只是收回了香港这个地区 收回来了签了个协议 而伟大的习近平则是用中共思想统一了香港的思想 中共的文化重塑了香港的文化 把香港彻底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巧头堡 这个功绩太大了 所以我个人的私下里倒是挺希望这个提案能报到200斤的 然后200斤经过审批 逐渐的把香港很多地名都变成了红色根据地 或者代表习近平思想的名称 这样的我觉得呢 在200斤这个傻逼的独裁统治下 中共可能会越来越快的成为 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同仇敌忾的对象 早一天呢就完成中共灭亡的历史使命 我自己开个玩笑啊 对啊 绕道巡航了 对 当然这么做可能让香港人民苦一点 难一点累一点 但是呢 就为了中国 你们走不了啊 能走走呗 他走不了的 就为了中国这个国家早日凤凰涅槃 死后重生 中共早日挂台挂台 就委屈香港的大众了 对不起 这你抱歉一下 讲这个思想理论 但是我挺希望 而且我觉得这个专家的马屁的最大的特点 是开启了马屁的新格局 创新性马屁 这个往下思路一打开 未来这种拍马屁应该是新模式层出不穷的 只要能够彰显傻逼习近平的不是武功 各种新的马屁应该是2024年 在中共内部高层十分盛行的这种潮流 和活动 原来都是什么出版一些关于200斤的图书啊 建立一些宣传200斤的官网啊 建立200斤的博物馆啊 让那个200斤的思想进入到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教材啊 传统马屁形式 太传统了 那这个人呢 做的就新的马屁形式 更胜一筹 最终呢 如果维多利亚港改名 就直接改成习近平港 那比延安港牛逼多了 就直接把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也是个女王嘛 既然维多利亚都能命名 女王的名字 为什么这个港口不能用名字命名呢 我们就叫他近平港好了 那又近又平 近平港吧 或者习大大港都可以 对吧 这些马屁呢 我觉得不管表现形式各种体系 慢慢的应该都会得到伟大领袖的重视 然后逐渐去慢慢在各种形式落实 有多精彩呢 不知道 看着2024年的表现形式吧 毕竟习大大在我党内现在所处的位置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感谢大家今天听我瞎嗶嗶 好吗 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 幸福 合家团聚 谢谢大家